今天就来讲星座的三巨头 太阳 上升跟月亮星座 上升星座它就像包装过后的我们自己 上升狮子的人很可能他就有狮子的气势 比如说头发是卷的 眼睛大鼻子大嘴巴大 那上升是处女的人 很可能也会稍微瘦一点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容易紧张 或者是非常的乐于活动 所以可能就有上升处女的感觉 而上升双子的人很可能就有低溜溜的双眼 很好奇的样子 而上升巨蟹的人很可能就会非常的贴心 因为他们是属于感知敏感度很高的上升星座 上升星座往往会更over的去演出那个星座的特质 上升在白羊星座的人 可能有时候表现得更像白羊座 可能也比别人更有领导的魅力 而太阳牡羊的人有时候还不见得这么自信 所以为什么猜星座有时候会猜不准 那是因为我们刚认识 所以你会看到我们的上升星座 关于上升还有一个迷思 那就是很多人会说 上升是不是我们30岁以后的样子呢 在我看来呢 这个说法并不需要抹杀它 因为30岁的确是人生的一个关卡 我们的人生迈向了下一个阶段 所以当你选择你要好好地扮演你的上升星座 那么上升星座的力量就会越来越强大 而且上升星座还决定了很多事情 比如说第一 你出生时候的状态 所以如果上升星座的度数上有某一颗星 有时候你也可以告诉他说 你出生的时候是不是难产呢 那就是有土星或有天王星或有火星的时候 他很可能就会很压抑地说你怎么会知道 由于上升星座是如此重要 它也是我们决定了自己航道的一个方式 所以为什么运势除了看太阳也要看上升 就是这个原因咯 太阳星座是本质的我们自己 所以人跟人之间只要相处得够久 你就会慢慢地从他身上看到了 他太阳星座的特质了 比如说他非常的霸气 或他非常的厉害 但是相处久了 这个人是天秤座的 你一定能够看到犹豫不决跟选择困难症 那如果对方是一个天蝎座的话 你应该能够看到他很容易受伤 或者是他永远难以忘怀那些不公不义事情的模样 所以太阳星座的本质也是我们的先天配备 为什么我们经常在太阳星座上着力 然后鼓励大家开发自己的潜能 就是因为你有这个星座的各种配备 你到底发现了没有 还是你只拿他的缺点来用呢 那不是太可惜了吗 所以当我们慢慢地懂了自己的太阳星座 你就知道原来天蝎座的复仇 是为了让你从这个谷底往上爬的一个力量 不是要你真的去复仇 你为了想达成复仇这个愿望 而强化了自己 所以星座的能量 关键字 有时候要看你怎么看待它哦 不要被这个关键字给困住 比如说说到处女座就是龟毛 洁癖 然后总觉得这个特色好像在人际关系上会造成影响 那你怎么不想想看 龟毛跟洁癖是一个人能够在精致化的路上 越来越好的一种强化的能力呢 你是不是就比别人更仔细 你是不是就比别人更贴心 你是不是就比别人更能够找出错误 所以每个人看待自己的太阳星座 永远要用心力除臂的角度来看待它 那我相信你就能够活出太阳星座的风采了 月亮星座是一个跟亲密关系非常有关的星座 所以你要跟一个人交往相处 如果你们只是恋爱 打情骂俏 做朋友 那么知道太阳 知道上升也就够了 可是如果你们要生活在一起 同在一个屋檐下 或者你们要结婚 月亮星座就务必要深深的了解哦 因为那个是死底下最内在的自己了 所以咯 可能一个太阳星座让它文直彬彬 上升星座也让它非常保守的人 很可能在开车的时候会有露怒症 然后一看原来月亮星座挺冲动的 当两个人要结婚 要生活在一起 你们的太阳跟月亮的相位 如果是同星座的话 那是非常好的 第一加偶就是月亮同星座 你月亮天蝎 它也月亮天蝎 你月亮水平 它也月亮水平 你月亮摩羯 它也月亮摩羯 那么你们真是天作之和 第二相配呢 就是太阳跟月亮是符合的 那也代表你们有莫大的吸引力 你们从对方的身上看到跟自己很同性直 很能够一加一大于二的某种特质 所以你们的缘分就会非常的深 有时候呢 两个人已经在一起了 我们再来看星庭配置会相当的惊喜 因为云云众生 你的一生当中可能认识过几千人几万人 为什么你独钟于他呢 太阳月亮的吸引力是不可小看的 那当然对冲也会非常有缘分 但是对冲呢 是代表你们是走互补路线 也就是你们非常不同 那有时候这会造成怨吼 如果你们不能理解这叫互补 可能就会有点埋怨 为什么你跟我如此的不同 可是如果你们认为这是互补的话呢 就会非常的好了 月亮星座的重要性在于 它往往不是以一种非常明显 好像太阳星座 上升星座的方式来影响我们 可是在你年岁渐长的过程当中 你会发现月亮星座对你的帮助 或对你的妨碍 它很可能造成你的情绪障碍 它也很可能造成你的格外固执 你当你自觉到你有某一种成分 是你所不了解的 那这个部分就不妨从月亮星座去寻找 今天呢这个小小的科普 只是让大家认识自己星盘的第一步 下次你再遇到跟你同星座 可是却觉得他南辕北辙的人 就不妨问问他 上升星座跟月亮星座在哪里 互作比较应该很有趣味哦 嗨大家好我是唐启阳 从这个月开始我就会在Vogue频道 跟大家见面了 我会在这里呢分享很多星座的小尝试 或占星的小知识 我们Vogue见